蔡依林提到两年前参加时尚奥斯卡Metable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慈善舞会的经验,难得吐露自卑真心话,自揭脆弱的一面。 据台湾媒体报道,蔡依林昨十五日担任安市奈美会引退演唱会的嘉宾,因受到对方工作团队细心的照顾,勾起她对文化陌生的记忆, 并提到两年前参加时尚奥斯卡Metable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慈善舞会的经验,难得吐露自卑真心话,自揭脆弱的一面。 蔡依林2016年到美国纽约,参加个Matt Geller时髦盛宴,是台湾首位受邀参与此活动的演员。 回想起其实的心境,她写下,一个失掉力气内向又自卑的小女子,惊骇在她身体的每个细胞展露无遗,并自扑晚宴完毕后,她大哭了一场,滴滴答答的眼泪却倒进了我被边缘化的无力感,和承载在在交际铠甲后满意的压力。 我发现,其实的我,有多需求陌生人一句温暖的问好,多想听到一句了解的母语,看见陌生人真挚的一抹微笑,或是一双温暖的手和我大声招待。 蔡依林也坎言自己,有点孤僻,胆谢,害臊,封闭,在巴望认同的一起也惊骇交际。 我,可所以一位英勇站上不同舞台的女巨人,却也是一位极度薛少安全感,脆弱不堪的女孩。 另外,蔡依林还特别感谢美国女星贝蒂米勒Betty Midler,透露对方其实对她投影微笑的暖举,让自己有很深入的体验。 英勇伸出双手去照料和关怀与你生长环境不同的陌生人,那力气有多大,一番表白满满正能量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